《大嶼山東涌》 昂平360是香港一個連接大嶼山東涌 和昂平的速度系統 更加是亞洲唯一的纜車 和瑞士、巴西和紐西蘭的纜車 同時獲得三個世界十大纜車尾遇 昂平纜車是亞洲最長的雙纜索纜車系統 全長5.7公里 整個系統分別由承托纜和牽引纜所組成 承托纜是主力支撐纜車車廂重量的鋼纜 而牽引纜就是負責拉動車廂 令車廂在承托纜上運行 雙纜索設計能夠有效減少能源消耗 減少纜塔數量 同時亦可以令纜車旅程更加平穩和舒適 整個纜車系統只有8個纜塔 其中6號纜塔的海拔最高達到585米 昂平360在設計纜車路線時 採用了比較迂迴的路線方案 盡量避免破壞東沖灣附近的生態環境 以保存原生凍植物的多樣性 所以在機場島和尼蘭3建設了轉向站 其中機場島轉向站 令到纜車轉向達到60度 昂平纜車亦設有精密的監察系統 該系統每小時處理約4萬多個感應信號 嚴密監察纜車的操作 如果當中有信號示意 需要作出檢查 纜車服務就會自動暫停 以確保纜車的運作 達到最高安全標準和可靠度 而雙纜索作為整個纜車系統 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昂平360一直都投放大量資源 以審慎、嚴謹的態度 處理系統內所有維修保養的工作 並製定及執行高水平的短、中、長期維修策略 昂平纜車已運作10年 公司明白纜車安全和可靠度的重要性 以及理解承托纜的設計特色 所以公司早起2014年 已與海外的纜索專家 展開更換承托纜工程的研究工程 為了令工程順利開展 負責纜索更換工程的工程師團隊 已多次親父瑞士纜索製造商 Fetser的原廠 視察纜索的製作過程 確保品質 今次更換的纜索直徑為7厘米 以全新方式編織 較早前原用的纜索更堅硬耐磨 安全係數亦比之前更高 整個工程包括來回約14公里的承托纜 以及約10公里的牽引纜 重量超過400公噸 運送這批新纜索 是整個工程所面對的其中一項挑戰 為了確保工程的質素和準時完成 這批由瑞士原廠製造的纜索 在2016年底已航運到港 工程開展時以船運方式 將纜索送到工程第一站 東涌纜車站 以減低對陸路交通和路面狀況的影響 而當中較具挑戰的一段 是要將重約112公噸的纜索 從機場島拉上575米高的尼勒山 要克服纜索長度和重量所帶來的挑戰 工程人員都全力以赴去完成工程 加上昂平360纜索更換工程所換上的全新纜索 和纜車系統的零部件 主要來自海外原廠 所以需要聘請海外原廠製造商 和歐洲藍索專家和港共同參與評估 商討計劃 以及協助更換成卓藍 參與人員都是來自世界各地頂尖的專業人材 在海外原廠製造商 尤其是責任的問題 這很相似的 其他國家和其他國家的系統 我們要處理著雨 我們要處理著空氣 我們要處理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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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海外原廠製造商 我們要處理著空氣 通過空氣部 是您的問題 最重要的問題 我們的擺盤工程 在海外原廠製造商 我們有過兩位 我們有過程度的 而我們有過程度 直播 我們有過程度 要確保 它跟其他人的規模 和最好的 聖劃進行 在海外原廠製造商 在香港的職業 幻想的是 超級互相對 以外的國家 而要處理這些 預測是很難的 而更換的所有艦索總共分為三段 包括東涌艦車站至機場島 機場島至尼勒山 以及尼勒山至昂蓬艦車站 更換的方法是以舊艦拉動新艦方式進行 因為範圍要越過海灣 再跨過高山和峽谷 沿途需要在艦索下方加設艦索吊橋 以及八個臨時支撐架作為安全和環保設施 以防止新艦索下墜時和樹木碰撞 盡力保護自然生態及保障公眾安全 昂平360的艦索更換工程 需要協調多個相關政府部門 海外原廠製造商 歐洲艦索專家等各個單位 再加上工程期間 要盡量避開颱風季節 所以整項工程在2017年上旬進行 歷時五個月 在2017年6月順利完成 十年前我是協助外國專家 調校艦車系統的感應裝置 以及接合這個牽引纜 我很高興今次在湖南工程中 在外國專家身上學習到運用工具的知識 同意增加了我對藍車維修當年的技術 為了增加工程的透明度 我們早於2016年3月及11月 在記者會向傳媒講述 藍索更換工程的重要性及更換過程 更於工程期間 賀天方接待了全港數十位傳媒代表 到現場視察 增加公眾對這次工程的了解 最後成功得到公眾的支持 結合全球工程業界的精英 透過周長的計劃 一絲不苟的執行克服挑戰 昂平360更換全新濫索 為所有乘客帶來更安全 更豐富優質的旅遊體驗